如果不能創造更多回憶 何不適着保留一些 真正驱使我來拍攝上的紀錄 其實是在我海外去學的時候 那個時候剛好面對到身邊重要的情人離開 而我因為學業跟工作 沒有辦法及時回來好好的道別 當時的我就覺得說 為什麼沒有人能夠幫我 保留這些很珍貴的最後一刻 那是一種悔恨感 即使只是一張圖片 或是一個影片 能夠幫助我做出那些傷痛的話 去協助我釋懷 這也是促使我 當下我就決定 不行 我以後一定要把這每一個最寶貴的一刻保存下來 一個傷禮我覺得之所以會需要被記錄 它比較像是一種美的傳承 在這個當下 你看到的 你感受到的 其實都是長輩 他針對不管是他的老伴 他的父母親 這個整個過程不管再辛苦再累 他們還是拖著疲憊的身去 去陪他們走完最後人生的這一段路 所以我覺得這個長輩的精神 是值得被保存下來 透過影像給他們的知識順順看見 這是一種無神的教育 三人一天第三個地 風光夢見給大家 大家大家 其實拍攝每一部的過程我都很感動 它完全不分對象 有時候對象是這個當事人 在面臨他離世的寵物 狗狗的時候你看他 扶摸他 擁抱他 親吻他 跟他告別 甚至是到自己的父母親的時候 輕輕的依偎在棺木上面 跟他小小的很熟 最後一句話 這每一個過程 只要是在場的第三者都會被觸痛到 更何況是我們這些拍攝者 眼淚都會在眼睛裡面打中 對話要去馬上玩 我覺得最重要的東西是 如果當下這整個氛圍是非常悲傷的 那我們便要短暫的結束拍攝 去給家屬或當事人保留一個舒適的空間 怎樣好好的去道別 那我們不能為了很好的素材 或是很好的畫面 去消費家屬當下的情緒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作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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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